中国人有个传统美德 那就是节约善于变费为宝 所以很多东西用了再用 总是舍不得丢 但是再好的东西也有变旧的那天 那那些旧的东西怎么办呢 总不敢直接丢了吧 所以就诞生了二手市场 二手市场很奇怪 不管新旧程度 只要在二手市场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因此有人便热衷于在二手市场购买二手车 毕竟价格便宜嘛 但是二手车里面却鱼龙混杂 很容易就买到了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车辆 比如泡水车 事故车 先不说买卖泡水车和事故车为不违法 我就先聊聊它的性能 一泡水车 泡水车顾名思义就是指那些车辆被水淹没 泡过水的汽车 比如夏天停在低洼地带 然后遇到暴雨洪水之类的 汽车被泡在水里 还有那些一不小心开进河里面池塘的车辆 由于这些车辆被泡过水 所以水会进入汽车的核心部位 比如电路板身锈啊 接触不良啊 传感器失灵 控制系统故障 反正就是泡过水的车浑身都是毛病 并且修车师傅还很难找到 具体哪个地方出了毛病 二事故车 就是受过严重交通事故的车辆 一般是指保险杠被压变形 悬挂车身的地方都受过严重的损伤 这类车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有的事故车 他们的发动机可能会有问题 发动机有问题 汽车能好吗 其次就是事故车 由于之前受过严重的创伤 所以它的防撞安全指数会大打折扣 如果你开着事故车再次发生事故 那是毁灭型的伤害 所以泡水车和事故车都是千万不能卖的 一个修到你怀疑人生 一个直接要了你的命 对于这样的车辆 国家也是明文禁止买卖的 所以买卖泡水车和事故车都是违法的 你记住了吗 这一块钱也好了 是天后的样子 您 measures 帮③ veggies 方的存情 魔器 节目 肉 卖 祂 岑 雷 感谢观看